哈囉大家好我是外派道府的小可教練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懶人的運動法 我相信大家平常在家裡 在起床的時候應該是特別辛苦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在躺著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方式來做訓練 可以訓練到我們的腹部肌群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囉 想像大家我們平常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已經躺平在睡覺了對不對 很舒服啊好不容易鬧鐘響了我們要起床了 這時候你的腳一定會先動嘛對不對 腳動完之後啊要起來啊覺得很困難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做我們腹部肌群的訓練 首先雙手先保護在後腦勺的地方 不要讓脖子有用力的感覺 好當我們要起床的時候 是不是很想要啊往上起來 好起不來好那往前啊也起不來 好沒關係我們就是透過這兩個動作 來做我們腹部肌群的訓練哦 所以往前踢一下收回來 往上踢一下收回來 所以往前一下 往上一下 往前一下 往上一下 過程中啊一定要保持呼吸的順暢 然後不要讓自己的位置變得歪斜 所以過程中我們可以做45秒 然後休息15秒 重複3到5個循環 或是你覺得可以在家裡做比較久都OK哦 好是不是有一種很懶的感覺呢 想起來 起不來 往前沒有力 好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我現在應該臉越來越紅了 好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懶人早起法 哇肚子就會很有感覺哦 所以在家裡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往前踢一下 往上踢一下 讓自己的肚子有達到一個很好的訓練效果 好希望大家可以在家裡試試看哦 我是小葵教練 拜拜 拜拜